和一场5比1 两支战队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小学生率 然后应该就是KZ了 接下来的话 双方的这个即时点燃赛 我刚才在这个开始之前就 在转了 来吧 月明 端午精度 霍比特之旅和几次王天城 看也不看 随便摸一张 看一下这一次的惊喜是端午精度 刚才的话 是极速王天城 对 端午精度也是抽到了 不知道这次两位选手 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其实在我们线上赛的时候 看过非常惊艳的3-3 但我觉得在赛场当中 能够稳定在3-5左右 跑个3-4 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是 你如果说3-3来到我们S联赛的舞台上呢 我觉得可能 就包括即时挑战赛啊 这个赛季应该都跑不出来 是 你就说即时挑战赛的话 现在以大家的实力和水平来看 我觉得跑了个三四顶天了 对 然后第一周跑完之后的记录 刚才看到是RSV封赛的35.8 是吧 对 这个成绩 其实从实战层面来看的话 那是过得去的 但是远远还没有到 这张地图的一个上限 所以说来看一下 今天是小玉面对到阿康 这两位选手 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来 阿康其实更多时候在solo局上面 之前我们看到 他在几张地图上面的极限性非常好 是的 但是来到即时挑战赛之后 我觉得这名选手的练度也会慢慢的上来 就可能以前更多的是球稳 但是他现在会往极限的那方面去偏 其实我今天有过设想 就是RSV和WZ碰到一块的时候呢 让小玉和那个月尚去碰一碰 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 应该是有一次季后赛里边 两支队伍的交手 其实当时的2V抢7 就是选择让月尚去打第一轮 对小玉 然后他们两个的关系 其实大家也知道 这个是实途关系 关系非常好 然后他俩去切缩一下呢 其实我觉得也会更加的有看点 但是可能两支队伍在第一阶段的目标 也都不一样 尤其是RSG这边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位置更明确一些 不会打那么多的练度战术在 是的 因为本身这支队伍的 无论上限还是下限都是非常高的 在竞速层面他们不用担心太多 更多的就是赛场稳定性 而对WZ而言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他们在第一周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完之后留在A组 我觉得这是他们整个团队的一个首要的目标和前提 对的 所以说不管是哪一分 尽可能的都去争一阵 有可能最后就通过一个小的竞争分 你能够名次稍微高一点 然后在卡位赛里面拿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因为有双狼在的A组我会默认其他队伍都是卡位区间的成员 对 三四位次就看谁 互克彼此一下了 对是的 但这一周的卡位赛一定不会好打的 起码在现阶段来看的话 A组的这个局势啊 也并没有特别的明朗啊 还是有点小乱的 尤其在上一场RW输给了WC之后呢 现在他和GCR是处在A组的四五名 是的 那他们两个之间的对战其实就显得更关键了 打完之后那一场输了的就有可能是A5直接要被轮换 来看一下 基础的人赛 两只队伍的选手都选到了奥利纳和雨天龙神 都是固军搭配 在这样地图上面大家不会有太多别的选择 对奥利纳提供了良好就业环境的一张地图 是的 不再是只有莫高窟了 端午进度也是唯一 来看一下这局起步 或者说要没云霄的话 其实亚特兰蒂斯也算 对 但是现在有云霄了 开局的一个弯道 两个人仅仅只差了0.1 起步阶段的话应该是拉伯特在差距的 就看后边的弹射 这里也低弹 过来之后小玉先还是留后0.1秒 时间比较的稳定 这边再甩 哦 阿康的路线歪掉了 是的 那这一歪的话就是接近1秒的时间差 在这里两个人就拉开距离 后半段还有弹射15点 不着急 领先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因为是记者人赛 不如说solo 对 所以说即使前边小玉出点失误 两个人可能第一局的成绩都要作废 但如果说小玉没失误的话 第一局有可能就跑一个比较好的 而且 刚出完 来了一个拖飘 并没有弹得出来 那阿康已经拉进到了0.3 这个进到过来之后又有一点小蹭墙 阿康已经完成了反超 在这一段路 小玉又是没弹出来 不能提 两个关键的弹射没弹出来之后 阿康从落后的0.6已经反超了 反超0.9秒了 这里地局非常好啊 俩人突然很快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第二局 除非俩人的练度就是这样 刚才又是稍微蹭了一下 时间差才会稍微拉近一些 过来之后再接弹射 0.5 这一段阿康的细节还是要被小玉稍微追上一点的 三个应该是 对 他那一段 就从上草地的那一段 一直到后边放1CU之前的最后一个弹射几乎都是拖的 是啊 对RST而言其实 手图的选择权啊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那么的重要的 确实 因为他们在前期就能够把比分优势建立下来 对吧 在这个赛季是这样 在以往赛季看下来也是一样 是的 就从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在不打到solo的情况下 只打2V 那一张图的选择其实左右不了什么 是 而且很多队伍面对到RST很有可能会直接选择困难赛道 因为不想在后半段当中选择困难赛道进行追分 没错 看一下两个人第二次在跑 这张图 等着继续场人赛刷个3-5不是问题啊 出来这次依然是阿康 敌完切日之后的ECU更快一些啊 0.1 0.2 又来了谈着点 这次阿康通过 完全一样的节奏啊 再谈 这里留个喷 WCWW 两人这次的节奏几乎是一致的 失误比刚才确实要少了一些 是的 接下来之后火力双双再开 小玉落后0.7秒 马上上到水桥的位置 应该是没有反超点了 这样的话 阿康不出意外是能够拿到手足挺不全的 这一定有机会 要比刚才自己影子快 要比刚才自己影子快 二维这张地图选拽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有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啊 尤其后半段当中15点比较多 再一个呢 这又是风仔目前的一张实战王图 对 对对阿康通对小玉来讲的话 完全确实不是特别高 但是对于风仔和越上而言 难度系数可知道是怎么样的 没错 不过如果说小玉真是实战里面一人跑三七的话 大概率还是要丢分的 对 感觉 刚才看镜头里面小玉跑完这两分啊 跑完这两圈 也有点不太好意思 跟风仔交流一下 想想刚才 这个弹射为什么总是没弹出来呢 最后一分36秒起酒成为了本场最快成绩 这个端午进度啊并不是特别理想 哦 好稳啊 我们想象中的成绩其实是有极大的出入 甚至连一个三路小都没出现 是的 后半段当中出现的这个弹射脱飘 都没有什么事 我现在就应该能够累因为 这一碗 都没有人能够累 这一碗 这一碗 就应该还能够累 这个弹射脱飘 这一碗 这一碗